女娇家的夜晚 三十几岁的财法老爷突发心脏病 就在生命危急时刻 三岁女儿推门而入 她捡起一颗小药丸 及时的喂到父亲嘴里 乖巧的白永云就这样救了父亲一命 从此他就被白老爷视为掌上明珠 一直叫他珍珠 白家才是庞大 镇上有将近一半的人口与白家的土地 田庄 药材产业脱不了关系 白老爷就像小皇朝里的君王 统治着这个小镇 今天是珍珠留学归来的日子 怎料在回家途中却遭遇绑匪劫持 珍珠被带到一处破庙 绑匪偷偷翻找着他包里的新鲜玩意 瞬间被一瓶法国花露水吸引了 闻了闻后却发现没有香味 珍珠告诉他们把花露水扔火里 整个屋子都会很香的 绑匪们不信 要珍珠亲自操作 珍珠顺势依从 把花露水扔进火堆 让他们靠得近些就可以闻到香味 突然花露水爆炸了 珍珠趁机匆忙逃跑 绑匪穷追不舍 珍珠不经意间跑到萱草花田 一路慌里慌张 一不小心于夏家公子夏木林撞了个满怀 直接上演一件钟情的桥段 两人的爱情就在这片花海中产生了 明明是自己撞到了人 珍珠不仅不道歉 还反咬一口污蔑对方是偷花贼 这所有的土地 所有的萱草田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白长天白老爷子的 你该不会是从白家逃出来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算我是逃出来的又怎么样啊 无聊 神经病 两人分开后 下一秒珍珠就被绑匪发现 他赶紧扭头就跑 怎料又撞上夏木林 怎么又是你啊 对不起 是我撞到你了 他们 夏木林英雄救美 拉起珍珠就往前跑 两人躲在山坡下 不敢出声 珍珠被夏木林抱得紧紧了 少女心犹如小鹿乱撞 对她产生了好感 就这样 在木林的帮助下 珍珠成功摆脱了绑匪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谢谢你救了我 我 没关系 夏木林笑笑着急匆匆地走了 遗落了一个小瓷瓶被珍珠捡到 珍珠平安回来 母亲和白老爷十分高兴 而二娘和二哥却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白老爷向珍珠了解绑架细节后 准备追查此事 并怀疑与二房脱不了关系 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因小马接送大小姐不利 白老爷便命人对她狠狠一顿鞭打 丫鬟小玉见状伤心欲绝 贵求老爷放过小马 然而白老爷却无动于衷 小玉无奈之下找来珍珠 这才救下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小马 珍珠察觉出小玉和小马两情相悦 很羡慕两人的自由恋爱 可看到自己的母亲和二娘 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白家继承人 整天而与我诈明真案都很是烦恼 珍珠同父异母的妹妹永芳乖巧可爱 两姐妹感情甚好 得知永芳即将嫁人 珍珠又惊又喜 这天下嫁来白家提亲 对未来妹夫甚是好奇的珍珠 偷偷地带着小玉躲在一旁偷看 却让她看到了那张熟悉的脸 且对未来妹夫甚是好奇 偷偷地带着丫鬟在一旁偷看 却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 珍珠愣了神 如今思绪翩翩 回到了两人在宣草花田相遇的场景 没想到自己的心上人竟是准妹夫 珍珠一脸茫然 小玉察觉出小姐的异样 正上前打去 结果不慎失足摔倒 二人被发现 赶紧连连道歉正打算逃离 却被夏慕林教主 与珍珠再次重逢 她一脸欣喜 还要为珍珠的莽撞向白老爷求情 白老爷 我知道这位姑娘性情有些莽撞 难免会违反扎规 那天她被人追凭可怜的 是我厨师帮了她 也算是不打不丧时 只为白家的丫鬟 是改规矩点 不能老这么热是生非的 但是她人还年轻 应该给她改过的机会 没问题 你听着点 少插话 爹 慕林文言傻眼了 一脸的不可置信 得知珍珠是白家大小姐后 她不禁张大嘴巴 这才知道自己闹了个大笑话 面对珍珠的从容 慕林满脸尴尬不敢抬头看她 珍珠一脸的幸灾乐火 暗自偷笑 回家后 夏老爷对儿子狠狠一顿训斥 责怪她丢进夏家的脸 慕林不以为然 巴布的白家借此取消婚约 一听此言 夏老爷欺诈了 表示自己之所以费尽心思 要与白家联姻 就是看重白家的产业 以此来巩固两家的合作关系 好壮大夏家的未来 慕林无法接受父亲 拿她的个人幸福去做交易 执意不肯取白永芳 父子俩闹得不欢而散 隔天 慕林约珍珠见面 表明自己要取消 与她妹妹的婚约 希望珍珠能够替她 向白家传达此意 珍珠虽然不赞成 父母包办的婚姻 但更不想毁了妹妹的名誉 出于为妹妹着想 果断拒绝了慕林的要求 现在你要毁掉婚约 最起码你要给我一个 合理的理由啊 跟我来说 做你们白家的人 不是一种人要 而是一种耻辱 白家的权势 白家的财富 多大心理 是瞧不起的 没想到白家形象 在慕林眼中如此丑陋 这让珍珠十分不解 并心胜气愤 见珍珠不肯帮忙 慕林只好亲自上门来谈 结果第一次见到了 未婚妻永芳 一看女人娇羞的表情就知道 永芳对慕林非常满意 谁知这男人下一秒 就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我想取消 跟永芳小姐的婚事 你说什么 取消婚事 是 永芳非常伤心 二太太十分恼怒 则怪慕林既然不愿意 干嘛不早说 还举家来提亲 二太太气愤之余 赶走慕林 转眼怒斥珍珠存心隐瞒 想让永芳难堪 珍珠百口莫辩 便来敲永芳的门 想跟她解释 自己并不是刻意隐瞒 谁知永芳根本不想见她 隔天 珍珠带人闯入夏甲 找慕林心事问罪 设则她做法太过分 伤害了自己的亲缘 我只是取消了一桩婚约 这样子的过分 你过来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过分 什么叫做真正的 伤害 慕林带珍珠到夏甲药厂 给她讲述了白家的残酷无情 原来白大少爷给夏甲下了订单 要他们在三天内赶出六天的量 若不能及时交火 白家就去其他药材行进火 还一再降低他们的价格 逼着夏甲不得不降低工人的工钱 工人们老的老 伤得伤 挣得钱却只够混碗饭吃 如果你们白家 都已经成了脑满肠肥的吸血鬼的话 有什么理由 让我去当你们家的女婿 如果你们白家 都已经成了人人背后唾弃的害人心的话 凭什么非要我娶你的妹妹 心疼大小姐受辱 小马上前一把揪住慕林 要对她动手 被珍珠制止 珍珠这才知道白记的所作所为 心存愧疚上前向工人道歉 这让慕林对她刮目相看 珍珠与好友小娟一起逛街 却意外看见当初劫持自己的四个歹徒 让小娟去找人帮忙 怎料下一秒自己就被绑匪发现 双方拉扯之际 幸亏白记会计刘玉威出手相救 奈何寡不敌众 刘玉威被凶狠的歹徒一刀刺中身负重伤 我喜欢的是你 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 慕林向珍珠告白了 直言自从在萱草田遇到她那一刻起 自己就已经爱上了她 珍珠回想起之前慕林对白家的唾弃批评 不屑做白家的女婿 她应该对自己这个白大小姐深恶痛绝才对 再加上白老爷有意将涨家权交给珍珠 她不禁怀疑慕林为了想让夏家得到更多好处 此刻故意表白好接近自己 于是她藏起内心的真实情感 果断拒绝慕林 说完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白老爷有两个儿子 但他知道这两儿子是扶不起的阿董 都靠不住 无论才能和人品都不及珍珠 自己唯一信任的人只有珍珠 所以有意将白家家业传给他 珍珠当然不想参与涨家权的斗争中 他只想一家人高高兴兴 平平安安地在一起 然而白老爷一言九鼎 他决定的是不得改变 为了让女儿更好的长家 他让珍珠先跟着有掌柜学习相关业务知识 在此期间 珍珠了解到白季与夏家实行五五拆账的合作规矩 这才知道白夏两家的矛盾在于拆账的不合理 为平息夏家对白家的不满 珍珠主动找到慕林商讨拆账之时 最后谈成六四拆账 夏家六成 白季四成 珍珠向慕林承诺自己会尽所能说服父亲同意 慕林借机再次向珍珠表明心意 自己喜欢的人是他 不可能与永芳成婚 但珍珠为了不伤害妹妹 再次果断拒绝 我关心的是你一个受过开明教育的女子 怎么看 在恋爱不应上敢不敢主张 自己的权利 那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这并不是你的心里话 你 慕林不相信珍珠所说 一把强行拉过他 珍珠贪恋一秒后醒过神来快速躲开 这时小刺瓶掉了出来 慕林快珍珠一步捡起他 这才知道自己遗失的物件被珍珠随身携带 珍珠一脸尴尬迅速跑开 而慕林也知道了珍珠对自己的真实情感 满脸欣喜 回到家的珍珠 还在回味慕林对他的越轨行为 母亲和大哥急忙跑来询问 是不是他爹已经确定要他长家 因为按照长子继承之的祖训 珍珠的大哥白永丰应该是妥妥的长家继承人 还没等珍珠开口 白永丰一把拉过珍珠 让他对天发誓 若他说谎的话 就永远不准进白家大门 这话正巧被白老爷听见 走过来将儿子训斥了一顿 下一秒救命人将他绑到后院 家法伺候 看见步履蹒跚的刘玉威 白永丰请客明白了 原来他发现刘玉威的大哥刘玉鼎 参与了绑架珍珠事件 来到刘家询问刘玉威他哥哥的下落 玉威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永丰不信 将原本就珍珠受伤的刘玉威狠狠揍了一顿 事后 刘玉威将此事告诉了白老爷 这位年轻人 就是前些天不顾个人安危 使命救了大小姐的刘玉威 她是我们白家的大恩人 没想到儿子不报恩 还将恩人通欧一顿 白老爷气急 要白永丰向刘玉威道歉 那个刘玉鼎 申动变弄抗租 而且还绑架杀人 他弟弟刘玉威就是同毛 白永丰拒不认错 白老爷亲自动手 黑色的长鞭一道道抽在白永丰身上 疼得白永丰瞬间没了脾气 慌忙道歉 白家相传的长子长家的规矩会因你而改 五子两将矛头直指珍珠 若不是因为长家权 珍珠永远不会想到母亲竟如此重男轻盈 为了不让珍珠与儿子争长家权 母亲竟要逼珍珠嫁人 离开白家 我真的搞不懂你留在白家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目的 我是白家的人 我想跟我的家里人在一起 现在的情形你还不知道吗 这个家里只有你大哥在 就绝不能有你 我已经决定 跟你妹妹结婚了 慕琳终究还是接受了这场包办婚姻 夏老爷和江都君一直基于白家家产已久 两人勾结一起搞垮白家 江都君来到白家 以涉嫌谋杀罪派人抓走白永峰 原来白永峰私生活荒唐 一直在外养女人 这晚女人离奇被杀 江都君便诬陷白永峰是凶手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算计 抓住白永峰等于掐住了白老爷的脖子 江都君催促夏老爷让慕琳尽快娶白永峰成为白家女婿 然后再一步步瓦解白家 可慕琳坚决不同意 表示自己喜欢的是白家大小姐 要娶就娶珍珠 然而夏老爷说白长天是镇上的土皇帝 一向嚣张霸道 他们绝不会退婚 若让她颜面丢尽 夏家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慕琳迫于父亲的压力 无奈答应 隔天 珍珠和慕琳在宣草花田不妻而遇 慕琳告诉她自己已经想通 答应了与永峰的婚事 且把小刺瓶送给了珍珠 就像自己的心和小刺瓶一样留在她身边 次日 夏家父子来到白家灯门道歉 白老爷将决定权交给永峰 这门婚事 你说不要就不要 说重来就重来 我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呢 既然 你从来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么 我只能拒绝你了 这个婚事 我不要了 没想到永峰拒绝了自己 这让慕琳内心一阵窃喜 这样她与珍珠之间就没有阻碍了 隔天约出珍珠 探求她的心意 并当场向她求婚 面对男人的深情告白 珍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情感 我喜欢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你 我真希望自己不是白家的女人 可是永峰的姐姐 可是我没办法 我不敢爱你 我不敢爱你 你明白我会理你 珍珠最终答应慕琳 只有永峰彻底放弃了她 自己才会安心接受她的感情 如果你妹妹还是拒绝 我就正式 向你变二度提亲 好吗 这边 永峰告诉母亲自己拒绝了下家婚事 白永元文言很是生气 斥责妹妹不懂事 难道你不知道这文精致 对我们三个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就算你不会自己想 也不能辜负了我跟娘的一番苦心 行了行了 我不想听了 永峰 晚上二太太极力说服永峰 希望永峰为自己和永元的地位考虑 嫁给夏木林 表示下家是白鸡最大的供应商 若永峰做了下家媳妇 白老爷日后肯定不会亏待二房 永峰犹豫了 当晚便找珍珠帮忙约出夏木林 隔天 在餐桌上 永峰告诉母林 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喜欢她了 我很早很早就认识了你 也很早很早 就喜欢上了你 此言一出 惊呆众人 原来在南京读书时 木林是校园风云人物 那个时候永峰就对她有了好感 听到永峰的告白 木林一言不语 不知说啥好 珍珠也明白自己与木林再也不可能了 趁眼泪还没有流下来 急忙找借口匆忙离开 珍珠回想起之前与木林的种种 心中不乏淡淡的忧伤 但看到永峰 仍为妹妹得到幸福感到高兴 木林仍然对珍珠念念不忘 希望见她一面 但珍珠以一封信回绝了木林 忘了你我之间过去的一切 只需记得那片大天 都军大人请用车 都军上门做客 却对丫鬟一见钟情 大哥白永峰被抓 珍珠来到都军府 恳请江都军释放他大哥 江都军开门见山 提出要入股白祭三成股份的条件 他的这只黑手终于要伸进白家了 思虑再三 白老爷无奈答应 本以为三成股份就可以救回白永峰一命 没想到江都军出而反而 当他拿着入股契约来找白老爷签字时 向他提出自己有意那且 且看重的正是珍珠的贴身丫鬟小玉 一个丫鬟换一个儿子 他的这笔生意不能做吗 白老爷子 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至于时间呢 越快越好 过两天 我派人把小玉接走 告辞了 珍珠回家后 白老爷将此事告诉了他 并且为了白永峰 为了白家 白家必须答应不可 珍珠极力反对 但也无济于事 珍珠找到小玉和小玉 将情况一一说明 并要两人连夜逃离白家 小姐 你们人请小玉跟小玉 一定会嫉妒的 我们两人以后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要多保住 谁知两人刚走出白府 就被由管家截住被抓了回来 白老爷向两人说明自己的苦衷 以及他们离开的后果 我们白家 面临着飞机呀 皆是大小姐差点遇害 紧急着 是大寿影 造人无险 你们知道 在背后 发动这场战争的是谁吗 就是夏竹轩 和江都军 他们互相勾结 坏事做尽 全是冲着我们白家 我们 任人在割吗 不 我们要跟他们斗 到时候白家 必须首当其冲的人 不是我 而是珍珠 是珍珠 珍珠的处境 无必凶险了 小玉想了一夜 为了保护珍珠 报答白家的恩情 她最终决定嫁进都军府 心怀愧疚的白老爷给两人买了贵重的首饰 并全冲双方的家长 暗地里为他们主持了一场秘密婚礼 次日 都军府来人接小玉 珍珠仍劝说两人远走高飞 但二人心意已决 大小姐 您就让小玉进都军府吧 这是小玉 能为您做的最后一件事 您就成全小玉吧 重情重义的小玉 为了珍珠 就这样做了江都军的一太太 白老爷过来安慰珍珠 但珍珠仍然不能释怀 认为牺牲小玉和小玉的幸福太过残忍 这边 白家的内鬼正是二少爷白永元 他从夏老爷口中得知珍珠喜欢的男人就是夏慕玲 想自己妹妹的男人 这可是犯了大忌 这么一来 珍珠不但不能成家 而且在我们白家 也别想再待下去了 白永元一回家便将此事告诉母亲和妹妹 还挑拨永芳与珍珠的姐妹情 夏慕玲之所以想鬼魂 全都是珍珠在暗中唆使 那夏慕玲是不是也喜欢珍珠 知道没有 当初夏慕玲之所以会被珍珠说动 完全是因为他不想接受他爹给他安排的关系 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珍珠 永芳清醒了哥哥的话 跑去质问珍珠 还伤心欲觉得要与他断绝姐妹关系 我不会相信你 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我行好了 我要带你私奔 私奔 永芳误会慕玲之前毁婚是因为珍珠暗中唆使 扬言要和珍珠断绝姐妹关系 白老爷得知此事并得到珍珠的确认后 十分诧异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你喜欢夏慕玲 那夏慕玲今天要爹的命 爹也会疯疯光光的给你操发一场最像样的婚礼 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几乎眼上 永芳和夏慕玲的婚礼是箭在心上不得不发 你又爹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 我都绝对不会做出伤害永芳的事 我可以向你保证 珍珠伤心不已 自己这辈子第一次喜欢的人 竟是未来媚妇 为了妹妹 她只能忍痛割爱 没想到隔天刘玉威知道此事后 来安慰珍珠 还向她告白 大小姐 我希望 能永远留在你身边 留在你身边帮你 大小姐 我喜欢你 珍珠表示自己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且只当她是好朋友拒绝了 两人谈话的一幕正巧被有掌柜看到 二房母子借此事不停向白老爷施压 说珍珠公然抢妹夫 不但侮辱永芳 还败坏门风 不配长家 白老爷顶不住压力 左右为难 不得不断了让珍珠长家的念头 这边 穆平为了帮哥哥约上珍珠 请小娟到白府一趟 帮她哥哥传话给珍珠 小娟见到了珍珠 向她表达了木铃的思念之情 珍珠勉强答应 要与木铃做个了断 怎料隔墙有耳 白永元发现了小娟的来意 随后逼她说出两人见面时间和地点 并将她开除出白记 还威胁她永远离开白镇 隔天 木铃见到珍珠后 便提出同她一起私奔 但珍珠出于为妹妹着想回绝了木铃 正要离开时 却被白永元抓了个正正 我亲眼看到你哭哭啼啼地求夏公子 求她回心转一 幸好夏公子声名大义不为所动 你跟她的文儿只怕早当你勾走 二哥 为什么胡说 为什么去勾碰人 二房母子借此事大作文章 要白老爷将珍珠逐出白家 珍珠百口莫辩 在旁哭成泪人 白老爷没有说话 愤然离开 珍珠来找永芳向她解释 奈何永芳在气头上 根本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一心认为珍珠横刀夺爱 且再也不会认她这个姐姐 珍珠一脸无助 刘掌柜看出她的焦虑不安 帮她分析白老爷 陷在家里的艰难处境 劝她暂时离开白家 嫁给刘玉威 你一定要离开白家 嫁给刘玉威 只有这样 您才能表明 您放弃夏公子的决心 才能彻底化解 二夫人和二少爷 对您的猜忌 刘掌柜的建议 当然是白老爷默许的 因为在白老爷眼里 刘玉威是个有胆识 有见解的年轻人 且又在白姬任职 若珍珠嫁给她 实际上还是留在白家 这边 刘玉威得知小娟 被开除过来看她 谁知小娟却向她表明心意 我喜欢你 我一直 又很喜欢你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想成为你的妻子 刘玉威并无心理准备 且她已得到有掌柜的名识 白老爷为了白家同意 将珍珠嫁给她 所以果断拒绝了小娟 珍珠再三思量 父亲和妹妹的处境 决定嫁给刘玉威 白老爷理解珍珠 对她有着无限的愧疚 你心里的苦 得知道 你唯一感到安慰的是 刘玉威也是真心的喜欢你 你嫁到刘家以后 能过得幸福 傅家千金太惨了 为了成全妹妹 竞下嫁电农 核心上人擦肩而过 为了让永方嫁得心无挂碍 珍珠要赶在她和慕琳结婚前嫁出去 婚期定在三天后 谁知就在结婚前一天 准新郎刘玉威 却被吃恋自己的小娟 在酒里下药 和她共度良宵 如果说被下药是逼不得已 但刘玉威醒来后 并未拒绝小娟对她的绵绵情谊 她坦然享受着小娟对她的贴心伺候 慕琳得知珍珠要和玉威成亲 认为是自己害了珍珠 难过不已 珍珠出嫁当天 一切从简 家人都没有到场祝福 一向威严冷酷的父亲给她盖上红带头 眼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 就这么简单出嫁了 白老爷心酸无比 转过身的一刹那 不舍得眼泪夺胖而出 跨出白家大门的那一刻 母亲一盆冷水泼了出来 真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珍珠心凉透了 明白自己再也不是白家的人了 路上 慕琳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嫁给别人 而花窍里的珍珠哭成泪人 两人终归有缘无分 就这样错过了 夜里 刘玉威送别岳父和邻里相亲 正准备回屋室 却被白永峰派人抓了起来 她一直仇视刘玉威 打心底瞧不起她 绝不承认这个白家姑爷 白永峰骑着马 拉着刘玉威游街市中 给她难堪 事后并警告刘玉威不会让她有好日子 刘玉威望着白永峰嚣张的背影 气炸了 没想到新婚之夜 刘玉威不回家 反倒来找小娟 看到男人受伤 小娟心疼坏了 说着为了珍珠 可以忍受委屈 因为爱珍珠不想让她担心 所以不敢回家 可当小娟说她即将离开白阵时 又拉着她的手不放 劝小娟不要离开 小娟 我是在乎你的 小娟 小娟 不要离开我 答应我 好 我愿意 我愿意留下来 新婚之夜 珍珠遭受了丈夫与好友的双重背叛 可她却还蒙在鼓里 一个人独守空房到天亮 珍珠初到刘家 一切都不习惯 很多事情不会也不懂 为了在刘家好好过日子 珍珠决心要努力学习 虚心请教大嫂美玲 可美玲看不惯珍珠这个千金大小姐 认为她根本吃不了苦 什么事都做不好 而珍珠却不介意美玲如何对她 只是一心一意做好份内饰 刘玉威回到家 以昨晚被朋友拉去喝酒为由糊弄过去 并劝大嫂以后别让珍珠干农活 毕竟珍珠以后还要回白家长家 最后告诉大嫂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大哥今天就被白家释放 可以回家了 美玲高兴不已 打算烧一桌好菜替丈夫接风洗尘 可几人在家等了一天 还不见刘玉鼎人影 谁知 隔天刘玉鼎就被电农发现 吊死在了十里坡的大树上 美玲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一心认为丈夫不是自杀 而是白家所为 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到珍珠身上 刘玉威怀疑大哥的死和白永峰有关 告诉珍珠结婚当晚自己被他绑起来 游街市中 夫妻二人来到白家 白老爷斩钉截铁地表示刘玉鼎的死 不是白家所为 刘玉威说他怀疑的是白永峰 被白老爷当场否认 他太了解大儿子了 只会使一些小奸小恶 杀人的是他没这个胆 并表示自己已经在派人调查了 刘玉威只能先咽下这口气 毕竟他还想要依靠珍珠翻身 自从珍珠出嫁 白家众人又开始明争暗斗 争夺掌家权 二太太看到珍珠之前的位置 还留着他的碗筷 确定老爷还有让珍珠掌家的想法 永元 如果你不想 看见白家的天 让人家给掀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必须逼得珍珠和刘玉威走投无路 让他们在白镇里 有无立族之地 永方对珍珠下嫁刘玉威很不解 便跑去询问木铃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白家的恩利 也只有这样 或许多年以后 他再回头找你 你还愿意叫他一声姐姐 永方这才明白珍珠的一片苦心 这边白老爷和珍珠谈心 担心他不能适应农家生活 另外也提到要立遗嘱 五年后重新让珍珠长家 珍珠仍坚定表示自己不想长家 于是 白老爷告诉他 若他五年后还拒绝长家 就以白家主人的身份另选继承人 这时 永方来找珍珠 再次开口叫姐姐 哭泣着向他说对不起 姐妹俩兵士前嫌 白老爷立好遗嘱 五年后还是由珍珠来长家 并把遗嘱交给由掌柜 令他妥善保管 随后白老爷召集家中众人 宣布由次子白永元接管白鸡业务 大方母子气愤难平 又将责任怪珍珠身上 要不是他强调了永方的未婚夫 二娘他们能带出机会 比爹就放 但白永元能有今天吗 娘 说到底 我们都成了珍珠的代罪羔羊 美玲一门心思认定丈夫的死是白家害的 将所有的怨恨发泄到珍珠身上 从今以后 我只会做早晚两餐饭 只会做玉威跟娘的 至于你要是非一点 我无所谓 但是午餐 你要自己动手 别指个别人会刺我 珍珠只好自己学着炒菜 正巧美玲回家 看到珍珠在厨房里忙活 气不打一出来 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刘玉威告诉珍珠 收买大嫂的好方法就是买些干果蜜饯回来 大嫂喜欢吃 珍珠特意上街去买 碰巧遇见木铃 木铃仍感觉珍珠嫁给刘玉威 自己要负很大责任 珍珠表示一切都是过去事了 再多说多想也无用 正转身离开时 木铃看见了挂在他腰间的小瓷瓶 可惜人世间没有如果 她只能把自己的感情藏在内心最深处 珍珠买来蜜饯讨好大嫂 谁知却被她训斥了一顿 责怪她乱花钱 还诅咒白家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不怕你们白家 你们害死我丈夫这笔血债 总有一天 我会逃回来的 天津大小姐下嫁农家 大嫂每天不给好脸色 奇料被婆婆宠成宝 对她比亲妈还好 婆婆病情突然好转 表示是珍珠带给她的福气 只夸珍珠是个好孩子 珍珠这才发现婆婆如此慈祥随和 说话时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让她感觉无比亲切 更令珍珠佩服的是 婆婆是制作金针花的行家 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 她还把这手艺一点一滴 全部交给了珍珠 虽说是单纯的手艺 但却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 珍珠学得很认真 打心底越发喜欢婆婆 婆媳两意诗一友 相处非常融洽 这天婆婆无意得知珍珠 与美玲相处不愉快 但她知道美玲照顾这个家不容易 只能劝解珍珠 美玲本性并不坏 希望珍珠不要介意 多多包涵 珍珠则很理解美玲心情 表示自己不会在意 珍珠 你放心 不管别人说你什么 我心里都明白 你 已经不是过去那个 白家的大小姐了 婆婆的善解人意 让珍珠第一次体会到了 嫁进刘家的温暖 当晚 在刘玉威的要求下 她终于同意与她远访 这边 白老爷在家中慎绝苦闷 决定往刘家探望珍珠 不料却在途中意外坠马昏迷 大夫看过后 告知家中仲人老爷只是心急复发 私下告知有掌柜老爷是被人下毒了 极有可能是批刷 刘玉威担心白老爷对他的承诺无法兑现 连夜跟珍珠一起回白家探望 得知父亲犯病是因为被下毒 珍珠大惊失色 表示要留在家里保护父亲 却被有掌柜阻拦 此刻大少爷与二少爷的冲突一触即发 珍珠若留下来 只会引起更多的纷争 刘玉威沉不住气了 就是因为这样 珍珠更应该留在白家 要是这时候让别人趁虚而入 那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不就全泡汤了 刘掌柜明白他心中所想 并和小马向珍珠保证 一定会查出是谁给白老爷下的毒 刘玉威劝不动珍珠留下只好作罢 转身询问刘掌柜 要是爹真有什么万一 那我跟他之间的承诺 不就全泡汤了 刘掌柜虽不能把白老爷的遗嘱告诉他 但一直叫他学会忍耐 相信他和老爷 并告诉他白永元 接下来的计划就是对付他俩 刘玉威闻言慌了神 果不其然 隔天白永元聚其众人 当场开除了有掌柜 并将他赶出了白家 随后又将刘玉威开除出白记 并在大街上将他狠狠羞辱了一番 我也告诫白镇所有的商家 谁敢录用你 就是与我们白家为敌 你呢 要是还想混口饭吃 那就乖乖的 回家种你的田 当你的店的东西 反正你这辈子 算是完了 刘玉威丢尽颜面 回家将气洒珍珠身上 正是因为珍珠一直不想当白家主人 才让他沦落至此 随后又苦口婆心 劝珍珠立马回白家 直到白老爷苏醒过来 然而珍珠不愿意 玉威 如果我爹跟你做过什么承诺 请你忘了吧 因为他不会实现的 我早就断了张家的面头了 所以 你离开代记 为什么不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可以从此以后 跟白家没有任何八格 开启新的生活 珍珠拒绝涨价 玉威深感自己没有了翻身的希望 他郁闷至极 又敲开了小娟的门 这里才是他心灵的依靠 我在白境里 受着刁难 也受着屈辱 就是惦记着白老爷子 对我的承诺 有张依然 我能作用白家的权利 可是 白老爷子才一病倒 我就没开除了 如果他真的死 我这所有的期待 我就全落空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啊 小娟安慰玉威 并告诉他 自己怀孕了 希望玉威和自己一起离开白镇 他已经在城里找好了房子和工作 刘玉威动摇了 被丫鬟太狠了 为了早日尚未当少奶奶 竟给老爷下毒 往他的养生茶里放砒霜 白勇原文言气炸了 虽说他恨父亲不让自己长假 但从没想过要杀他 毕竟那是他亲爹 他将小莲狠狠怒斥了一顿 白老爷苏醒后 小马把从小莲房里搜出的砒霜交给他 在他看来是长子白永峰要置自己于死地 这让他很痛心 没想到害自己的不是敌人 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于是白老爷叫上次子白永元一起审问小莲 小莲拼命向白永元呼救 却见他根本不帮自己说话 顿时心寒透了 于是呼出去了要拉白永元下水 告诉老爷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二少爷指使的 并说自己早就已经是他的人了 这让白老爷深感意外 听不尽任何解释 狠狠给了永元一记响亮的耳光 一气之下救病复发 从怀里掏出救命药 然而因为手抖一个没拿吻 药瓶掉落远处 白永元被小莲蛊惑 喂给父亲服药 导致白老爷中风 整日昏迷不醒 刘掌柜知道后 担心老爷时日无多 向永元提起遗嘱之事 永元为了骗取遗嘱 假意答应会遵从父亲的安排 并表示晚上召集众人开家族会议 公布父亲的遗嘱 当众宣布珍珠长家 刘掌柜信以为真 与此同时 珍珠怀孕了 而刘玉威并不欣喜 原来他已经答应 与小娟一起搬去城里 就在他要抛弃弃子时 看到了白老爷的遗嘱 刘玉威意识到 珍珠长家有望 这让他兴奋不已 决定不走啊 随后跑来通知小娟 自己要留在白镇 这让小娟非常失望 自己的一枪真心终究是错误了 伤心之余立马提起行李 气呼呼地独自离开 人生没有捷径 刘玉威所期盼的 终究是一场空 晚上 白永元用计将遗嘱拿到手后 立即将由掌柜和小马赶出白家 两人这才知道上当了 随后又将珍珠和刘玉威绑回刘家 看着珍珠长家梦又破了 刘玉威内心不服 对白永元破口大骂 我会招告世人 你是如何窃夺自己妹妹的掌家大圈 小若闭嘴 除非我死了 想死是吧 吞解他 就在白永元的木棍要下去时 刘玉威当场向他下跪 求他放过自己儿子 你是白家的主人 求你放过玉威吧 你说我是白家的主人 你是啊 可是有人不承认啊 如玉威被逼无奈 不得不承认白永元是白家的主人 白永元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遗嘱撕毁 也不再认珍珠是自己的妹妹 珍珠 你听清楚 你既然已经嫁到刘玉威 你就不再是白家人 从今天开始 你和这条狗 永远都别想再踏见白家一步 白永元走后 刘玉威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 一个劲的怒摔东西 将一切的委屈全部归咎于珍珠身上 就因为你不肯成家 说什么不想让白家分立 不想失去家人 结果呢 你留住你家里人了吗 他们把你当家里人了吗 我是有禁忌 我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能和你共享白家的权利吗 好在婆婆明事里 知道珍珠嫁进刘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但他从来没有埋怨半绝 看不惯刘玉威这种没本事的男人 但珍珠这种磨磨叽叽的性格更气人 白白浪费了父亲供他出国读书的心血 刘玉威再也不想待在这个家里了 连夜收拾好行李离开 说完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隔天早上又找到小娟 人带儿子来城里找丈夫 却看见丈夫抱着一个孩子 关系犹如父子般亲密 回想六年前 刘玉威跟小娟一起搬去省城后 就很少回家 珍珠在家守着火寡 每天早出晚归干着农活 照顾着年迈的婆婆还有幼小的儿子 与不好对付的大嫂一起艰难的生活 在这期间 夏木领取了妹妹白永芳 夏木凭被父亲当成摧毁白家的公爵 嫁给了白永元 珍珠敲开了信件地址上的家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与她儿子一般大的小男孩 看见珍珠 刘玉威一脸惊恶 爹 他是谁啊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阿姨 做猴子的娘是谁 玉威 谁来了 小娟的出现 让珍珠颇感意外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好友 竟与她的丈夫在一起 小娟与珍珠独自谈话 心里对珍珠没有丝毫愧疚 反而嘲讽她甘心做农妇 而刘玉威喜欢的却是自己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喜欢玉威 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为什么 孩子都这么大 还瞒着我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但小娟表示自己在她成亲前 就已经喜欢上刘玉威了 她恨珍珠抢走她的心上人 若她不是白家大小姐 刘玉威不可能娶她 关于你对玉威的感情 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 无论怎么样 我都不会嫁给她 我以为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可是你不该 不该到了今天 才把这些话说出了 因为现在玉威 玉威她不仅仅是我的丈夫 可是我想得到 是我朋友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来伤害他们的 小娟却不这样认为 这么多年来 自己不求名分跟着刘玉威 内心早就积怨一身 她早就期盼与珍珠见面把话说开 因为她想堂堂正正跟刘玉威在一起 甚至告诉珍珠刘玉威早就想和她离婚 珍珠落寞离开 她质问门口的刘玉威 当初娶她是不是只为了白家孤业的身份和白家掌柜的位子 刘玉威还强词夺礼 责怪珍珠虽然嫁给她 心里却想着夏慕林 因为她知道珍珠一直留着小赐品 刘玉威 我一直在努力地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是 你是没有做 可是你心里的 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从头到尾 你心里想的就是夏慕林 这男人太渣了 明明自己的错 还怪别人 事已至此 一个人难过好过三个人的痛苦 如果我们之间的婚姻 给你带来的 这是痛苦和负担 只要你开口 我会把自己还给你 没过多久 刘玉威建成立突然疫情四起 人心惶惶 她和小军无奈回到了白镇 但很快积蓄花光了 她便来找母亲借钱 被母亲一顿痛骂 原来母亲已知道她做的混账事 人家白老爷子 一心想要栽培你 把女儿都嫁到咱们家来了 你还不知道感恩 你情生不如 刘玉威借不到钱 愤懑离开 美玲看玉威一家苦于生计 将当初丈夫留下的一根金条给了她 两人非常感激大嫂 把金条给当了换钱 总算暂时解困 便出门享受丰盛大餐 不料此时白永峰找上门来 她从当铺老板那里转过来这根金条 原来白永峰查到当年杀她情人的凶手 正好和刘玉威持有同样的金条 她怀疑刘玉威是共犯之一 逼她说出幕后主使 但刘玉威一无所知 白永峰便让手下当着她的面侮辱了小娟 小娟无法面对她和孩子 独自一人离开了白镇 美玲来看望他们 刘玉威询问大嫂金条哪里来的 美玲一概不知 刘玉威将文昌带回家 说出小娟被侮辱之事 又将气洒珍珠身上 珍珠深感内疚 让文祥认了文昌这个哥哥 刘玉威之身去找出走的小娟 珍珠追过去 把她所有积蓄给了刘玉威 找到小娟以后 就赶紧带她回家 我说的是这个家 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 只要是家务活我都能干 曾经的大小姐如今沦为都军府的下人 而她的丫鬟却摇身一变成为都军夫人 原来白镇疫情越来越严重 珍珠把所有的积蓄给了刘玉威 田里收成也不好 一家人生活很艰辛 由于白永元的打压 珍珠找不到工作 万般无奈之下找到小娟 希望她帮自己在都军府摸一份工作 以解燃眉之急 虽不忍珍珠当下人干杂活 但在珍珠的一再恳求下 小玉答应了 将都军认出了这个新来的下人 就是白家大小姐 少不了一顿奚落 小玉 你也真是的 怎么会安排这种工作 给白大小姐呢 你可知道 干下人的活还不如丫鬟呢 白大小姐 这不会太委屈你了吧 没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我靠自己的劳动 光明正大的正经 小玉不忍珍珠在都军府受辱 让沐萍和永芳一起来劝珍珠 一声解到出对姐姐如刀搅般的心疼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姐妹俩紧紧相拥 两人虽近在咫尺 却被各自的命运和家人牵绊着 多年来未曾见面 永芳不忍姐姐在受苦 姐 不要做了 如果你缺钱 我这儿有啊 如果你婆家人不介意的话 可以把他们进到夏家来住啊 到夏家住 珍珠当然不愿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 婉言谢绝了 沐萍回家后 让哥德去劝劝珍珠 沐萍担心珍珠不想让她看到落魄的自己 见沐萍说珍珠面对如今的遭遇很坦然乐观 终于忍不住来见她 好久不见 你还好吧 还行 珍珠以为她也是来劝自己辞掉工作的 沐萍却说自己是作为朋友为她加油打气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勇敢地走下去 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也请你告诉我 我会尽力帮你的 谢谢 记住你 你会勇敢地走下去 沐萍几句简单的鼓励 却给了珍珠万分往前走的勇气 这么多年 沐萍一直没忘记珍珠 匆匆一念 她对她依旧有着初次在花田相遇的紧张和欢喜 美玲感染上瘟疫 心善的珍珠主动留下照顾这个平时对自己苛刻的大嫂 大嫂却说她在演戏 对她态度依旧冰冷 而珍珠却当作没听见 贴心地细心伺候 这让美玲很震惊 珍珠翻找着各种医书 这几年受到婆婆的启蒙 她买了很多医书来研读 再加上婆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 她对这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根据大嫂的病情 她尝试写了一副药方 来到白祭求药 却被白永元拒绝 珍珠无奈只好找到慕琳 慕琳二话不说将要佩弃 并嘱咐她要掌握药量 珍珠说完谢谢着急着离开 却被慕琳叫住 珍珠回到家后 给美玲服了药 没想到隔天早上她竟然退烧了 但因身体还未恢复过来 被军官当成瘟疫患者 将一家人全部带走隔离 为了不和家人分开 情急之下 珍珠主动要求进入留置所 我跟他们是一家的 他们有病我也有 你把我也抓进去 美玲被送进了重度隔离区 珍珠问郑医官 为何不用白祭的珍一丸 这才得知白祭卖假药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两孩子同时感染瘟疫 她竟将唯一的救命药 给了丈夫的私生子 却永远的失去了 自己的亲生儿子 珍珠告诉医官 自己给大嫂扶过的药方可以退烧 医官文言心中十分惊讶 让珍珠写下药方 因为她的药方尚未经过药理单位的认证 也没有经过临床实验 医官不敢冒风险用在患者身上 珍珠不顾危险 一再要求要进入重度隔离区照顾美玲 医官告诉她重症隔离区只能进不能处 让她考虑清楚 珍珠没有丝毫犹豫果断答应 她的勇气感动医官 于是魄力同意试药 珍珠根据大嫂的情况反复加减药量 没过多久大嫂终于退烧了 休息了一晚 美玲头不晕肚不疼了 这药效尽到医官 但她认为这还不能证明 这药方对所有人有效 她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珍珠的药方 用最急剑送到药理单位进行各项检验 这时护士来报 又有两个小孩感染瘟疫 珍珠一看竟是文昌和文响 两个孩子被火速送进重症隔离区 珍珠向医官求情 让她同意给两孩子服用自己的药 医官爱莫能助 拒绝了珍珠的请求 但下一秒医官思虑再三也苦无办法之际 同意珍珠先给自己的一个孩子用药 珍珠不解 为什么只能是一个呢 我不明白一个跟两个有什么差别 如果两个孩子同时服用我便是认可的这个药 念我便无法拒绝其他病人的服用药要求 你的药方有可能是对的 但也有可能是错的 可现在两个孩子都高烧不退 情况非常紧急 珍珠再次恳求 可医官态度坚决 只能给一个孩子用药 那你决定是谁 这么痛苦的抉择 珍珠怎么办 一个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个是丈夫和闺女的私生子 二选一 她该给谁用药 珍珠紧紧地抱住温小 这无可厚非 于情于理都应该选亲生儿子 没有人会怪她 也没有人会说她 然而下一秒珍珠尽端端着药 让大嫂给文昌喂药 大嫂快点 你不能直接别人着想 这可是怪祥儿的生死啊 祥儿 她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珍珠 珍珠的做法已经不是一般的圣女性了 不得不说 剧情太狗血 编剧就是把女主往私里面 文祥带着一丝微弱的气息喊着 娘 我好疼 没过多久文昌退烧了 医官看到药方确实有效 并不顾医师的规定 下令让所有人服用珍珠的特效药 珍珠马不停蹄跑去煎药 可等她将药端过来 可文祥已经在奶奶的怀中没了呼吸 珍珠不敢相信 小香 醒一醒啊 你刚不是跟你要说 你难受吗 要我好了 喝一口 喝一口就不难受了 来 珍珠是不是去找我 那你告诉我 她是不是去睡觉 别了 我的孩子 珍珠仍为儿子的死难已释怀 回忆着懂事的小祥知道家里没钱 从来不开口要买玩具 难得为她买一个风车 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 经过这件事 大嫂终于明白珍珠的好 她责怪自己害死了小祥 忏悔过去对珍珠的种种不适 我 真的 因为我知道 小香也不会怪你的 你 你而发誓 你尽管没有遗嘱 没有地位 就算白家会以为平地 你而言会扛着这些不担子 中心白家 珍珠终于答应父亲并立事掌管白家 重振白家 心愿完成 隔天白老爷便含笑九泉 白永元为谋取暴力 尽利用疫情制造假药 结果被老奸巨华的夏竹轩和江都军抓住把柄 两人趁这个机会借力使力 一大一唱射下圈套 引白永元往里跳 白永元后知后觉 当他识破两人与联手吞并白计的阴谋时 以为是一晚 白永元最后被迫将白计八成田产转到夏竹轩名下 还将白计所有招牌换成宣祭 一夜之间 白计变成宣祭 白家几十年的基业说没就没了 二太太怒斥儿子是败家子 白永元愤怒至极 将怨恨都撒目平身上 一气之下将他赶出白家 珍珠得知白计之事后 辞去都军府工作 决定静下家药厂 刺激重建白家 原来当年白老爷就怀疑夏竹轩跟江都军勾结 打算吃掉白计 可他一直都不相信 如今的局面正验证了父亲当年的怀疑没错 自疫情之后 木林很欣赏珍珍珠在制药方面的才华 还请珍珠为药厂的师傅讲解如何降低宣草的媒变率 珍珠的专业药理知识 和实用的制药技 让老师傅们心服口服 珍珠也顺利当上了夏家药厂厂长 夏家和白家出了这么多事 珍珠很想搞清楚木林是否知道夏疆两人的阴谋 他是否参与其中 可见珍珠依然对他旧情难忘 木林坦言多年前怀疑过父亲与江都军 但一直抓不到实际的证据 那你曾经说过 我们会永远是朋友 我那也是在骗我 我 朋友是真的 感觉也是真的 木林表示这次自己要去接管宣祭 实属迫于父亲的安排 他也不希望今后二人会成为敌人 白永元要求出任宣祭的掌柜 却发现小娟摇身衣变成了夏竹萱的女人 且做了宣祭的账房 小娟不惜一切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搞垮白家 找白永风到当初的侮辱之仇 珍珠从永方那里得知母亲和大哥被白永元赶出白家 小玉帮他打听到了母亲的藏身之所 看到母亲住在平民窟 珍珠万分不忍哭着求母亲跟他走 时过境迁 母亲再也不是当初风光的白夫人 无言面对自己并不待见的女儿 珍珠苦求无果离开 这时小娟为了找寻白永风的夏末 也找到了此地 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你拼了珍珠的男人 居然还敢在白镇露面 你简直是不知羞耻 你想骂就尽管骂吧 最好大声一声 把所有的人都引过来 让人瞧瞧 如今的白夫人 有我的丑派 小娟并未打听到白永风的去处 原来她已经把自己的娘丢下一段日子了 小娟偷偷回到刘家看望文昌 看见珍珠 一股怨气不禁油然而生 我们会好好照顾她的 我说过了 常儿的事情不用你管 总之 你离常儿 越有越好 小娟 美玲告诉小娟 珍珠为救文昌牺牲了文晓 小娟却不敢相信这一切 她在仇恨和珍珠的善良中挣扎 复仇是她活下去的勇气 她非常不解珍珠对待她的态度 你为什么不恨我 你应该恨我 因为我 你失去了欲望 为了超人 你失去了小香 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恨我 为了让珍珠看清他们不再是昔日的好友 两人之间除了仇恨 别无其他 小娟将她为搞垮白家所作之事全盘拖出 还说出白永峰抛弃她母亲的事实 珍珠大为震惊 虽然遭到母亲冷遇 但珍珠还是坚持给母亲洗衣做饭 母亲终于感动并接受了她 永元的白鸡药房生意惨淡 都是因为夏家不再为白鸡提供货源 二太太提议从夏家药厂挖几位骨盖师傅馆 老师傅们向心力都很强 一直要听他们投的意见 我们的头 是她 珍珠意识到回白家的实际一道 来向牧林辞别 两人彼此可能将成为商场上的敌人 但她别无选择 珍珠带着婆婆和大嫂 在白家后院建起药厂 婆婆负责为工人讲解烘干记忆 看到他们的这股干劲 白永元深感打败宣祭指日可待 可她忘了 宣祭吞并白鸡 如今的白鸡 其实有药也没有销售渠道 我听说 当时夏老板是重金挖角 白鸡十有八九的分店都已经被她收买了 夏家是拿钱砸人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挽回已经被他们收买的人心呢 这个问题 二哥想过吗 经过多方打听 珍珠找到有掌柜和小马 告知了白家现在的处境 希望她俩能够协助自己重振白家 完成父亲的心愿 两人一听珍珠已回白家 立马爽快答应 掌柜的工作就是要请跑业务 懂得团结厂商 白永元显然不是这方面的人才 未将各大白鸡分店顺利收回 也提防白永元到时过河拆桥 珍珠未雨绸缪 逼她立下自举 答应由掌柜出任白鸡大掌柜 并交出白鸡人士权 众人商讨拉拢个分店的对策 有掌柜提出要改型股份分红制 难得白永元也非常赞同 珍珠命由掌柜即刻启程 将信息传达给个分店 七天内有掌柜和小马跑遍所有分店 老板们对新方案颇为动心 但还是担心白鸡的财力 因此提出白家先提拨至少500大洋 作为公积金存在银行 以招公信 但白家此事根本拿不出钱 珍珠一事犯了难 这边 穆林无意得知父亲和日本人合作办棉织厂 发现棉织厂可以生产医疗棉布 心中猜测父亲和江都军再为日本人卖棉 于是让小玉帮忙 在都军府找到一些都军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小玉立马答应 小玉回到白镇后 始终放不下小玉 两人私下偷偷见面 小玉表示自己痛恨都军夫人这个身份 再也不想过现在的生活 二人商量决定私奔 这也得到了珍珠的支持和祝福 就在私奔这天 小玉在都军府找到了一张日文地图 由于穆林不懂日文 根本看不懂 便提议让她去找在日本留过学的珍珠 记住了 如果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 务必尽快地返回原初 如果让都军知道了 那就麻烦了 小玉找到珍珠 才得知这是日本陆军绘制的地图 时间紧急 小玉来不及和珍珠解释 便着急将地图还回去 就在小玉要放回地图的时候 被等候多时的都军和日本人山旗舰抓到 在将都军的求情下 小玉虽暂时蒙混过关 但始终未能躲过杀身之祸 山旗先生 为什么要查 小玉是我的夫人 难道 还有问题吗 我不管她是谁的夫人 查清楚以后 给我格杀勿论 当晚 夏竹轩邀请众人到小玉家吃夜宵 江都军对山旗舰十分忌惮 明知是鸿门宴 却不得不带着小玉一同前往 小玉想起和小玉的约定 急忙找借口离开 未料却遭守在门口的山旗舰毒手 小玉身受重伤 趁对方争执之际逃出 小玉在街角苦苦等候 终于见到了小玉 却不曾想这会是最后一面 我没有事 我来了 我现在 是你的新娘 告诉大小姐 我下辈子 还会再给 亲 当最爱好的 鬼话上 小玉抱着小玉的尸体 回到了白家 珍珠伤心欲绝 从现在开始 白家大小姐 白永仁 才是白家的主人 这个家 就交给你了 二夫人终于承认大小姐 交出长家权 珍珠总算熬出头 成为白家的主人 木铃得知小玉之死来找珍珠 得知日文地图的事 心中确定父亲和日本人勾结 并且小玉的死也和他脱不了关系 在木铃的一再逼问下 夏竹轩说出将都军的背后靠山 就是日本陆军军官山旗舰 并且小玉也是他下的毒手 木铃劝父亲赶快收手 揭发他们的罪行 但夏竹轩害怕引来杀身之祸 连说已经来不及 木铃劝说父亲未果 只好私自找到山旗舰 等了山旗舰已经掌握了夏家人的一举一动 甚至连永芳怀孕的事都已经知道 回来的路上 木铃在报纸上看见日本人已经展开行动 战争一触即发 他再次劝父亲终止与日本人合作 也让夏家子孙活在汉奸的罪名下 抬不起头来 夏竹轩无奈说出张管家已被山旗舰收买 派来监视夏家的一切 自己是无路可退了 木铃劝无法说动父亲 便考虑帮助珍珠收拢个分店 由于夏竹轩从中作梗 导致所有银行不敢借钱给珍珠 资金借不到 就无法得到个分店的信任 白鸡药品就无处销售 木铃私下找到小马 表示自己已替白家向银行做贷款担保 珍珠可以顺利借到资金渡过难关 并希望小马为之保守秘密 隔天白家人都在为资金而发愁 小马说自己有一位朋友 乐意帮白家借到五百大洋 正说着 下人来报城里银行派人来 点名要见珍珠 这是我们银行 借贷给你们的五百块大洋 请坐步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这皇长 不是拒绝借贷给白家吗 怎么又突然同意了 还把银票都开了 众人一再追问小马 是谁帮白家借的钱 小马并未透露木铃 只托辞说是一个贵人朋友帮忙 珍珠将银票交给白永元保管 让他存到白记的银行账户里 而自己带着由掌柜和小马火速赶往分店 通知这个好消息 白永元自知完不过夏祖宣 自私自利的他竟把这五百两银票兑换成现金 就在他写款前逃使 被赶回家的珍珠抓个证人 大小姐不是让你把那张银票存入银行吗 牛掌柜都交代银行了 只要钱一入账 马上电报给个分店 二夫人知道儿子的所作所为 非常失望 直接甩了这败家子一个大嘴巴子 二夫人明白这儿子是指望不上了 让白永元将掌家权交给珍珠 你爹的遗嘱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他所做的决定才是对的 根本就没有资格掌管白家 而且在四个子女当中 唯一能够掌管白家的就是珍珠 我要你主动交出掌家权 不要 不要 放手吧 次日 二夫人召集众人 郑重宣布自己履行白老爷的遗愿 让珍珠掌家 做白家的主人 珍珠掌家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将母亲接回白家 二夫人悔不当初 自从嫁进白家 一直跟大房争宠爱争名分 可当儿子永远掌家了 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 她正式向大夫人道歉 两个为了自己儿子掌家 逗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此刻和好如初 两人看透金钱地位 终于化解了多年的怨恨 这天 珍珠正在办公室忙碌 刘玉威出现 深知很多事已无法挽回 她要还珍珠自由 人与丈夫离了婚 成全了丈夫和闺蜜 放手也是一种解脱 而她唯一不舍的是他们的儿子 因为她是用自己儿子的命换来的 刘玉威在外找寻小娟半年无果 怎料再回到白镇时见到了她 此时的小娟一场冷漠 心中只想着复仇 小娟告诉刘玉威 珍珠为救文昌牺牲了文祥 并告诉她珍珠一长假 劝她回到珍珠身边 刘玉威却表示自己只想和小娟母子在一起 一家三口过平淡的日子 就在这时 夏竹轩推门而入 告诉刘玉威 小娟已经是自己的女人了 刘玉威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歇斯底里地发泄着情绪 刘玉威 刘玉威抓狂地跑了出去 小娟满腹委屈 只有对白永峰进行折磨报复 才让她感受到活着的意义 刘玉威因为小娟的世心会议了 在想起自己对珍珠的种种伤害 愧疚万分 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 刘玉威终于鼓起勇气 拿着离婚协议书去找珍珠 深知很多事已无法挽回 决定与珍珠离婚 还珍珠自由 下一秒 珍珠让刘玉威拿着签过字的 离婚协议书去找小娟 认为小娟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 在珍珠的劝解之下 刘玉威拿着离婚协议书 再次找到小娟 也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报仇 珍珠真的是你的好姐妹 我误会了你 她就极力替你辩解 我已经杀害了珍珠 我不能再伤害你了 答应我 回到我跟茶儿的身边 我们一家人团聚 小娟被刘玉威的真情感动 两人重归于好 小娟来找夏竹轩摊牌 拿出她与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要求夏竹轩以后 不要再骚扰自己和家人 如果我和我的家人 受到半点伤害的话 我就会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公诸于世 我还会揭露小玉的死亡真相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在她的威胁之下 夏竹轩不得不放她离开 得知儿子与珍珠离婚 留母心痛万分 在她眼里 只认珍珠这个媳妇 珍珠是我的媳妇 我也只认她这个媳妇 小娟 毕竟 我才是昌儿的亲生母亲 可我真的 被珍珠感到心痛 她把昌儿 已经当成了她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刘玉威一家三口团聚 珍珠祝福他们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没多久 木铃来找珍珠 以一个对手的身份来恭贺珍珠长家 交代她以后要为白家着想 在商场上不要手软 哪怕是面对夏甲 面对自己 虽然她会让我 多了一个可怕的对手 但我仍无怨无悔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个可敬的对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谢谢 千百年后 无论天上人间 你我回首前程 你想别恩仇 随后 木铃交代小马 让珍珠小心白泳源 由于白记在宣记的四成股份 是以白泳源的名义签下的 为破坏珍珠收容个分店计划 夏竹宣家已以宣记二掌柜位置作用 邀请白泳源加入宣记 那边珍珠正在宴请个分店老板 欲说服个分店重新回到白记旗下 不料夏竹宣一行人等突然出现 哥 你真的 加入宣记了吗 白记都被你一个人霸占去了 我除了去宣记 我还能去哪啊 珍珠怎么也没想到 眼看收容个分店计划成功在即 却由于白泳源的倒戈相向 结果却功亏一篑 回来的路上珍珠看到镇上难民越来越多 近况堪忧 决定先用这五百大洋广设医疗站 救济难民 这也让大夫人和二夫人回忆起 白老爷当年也有过此等善举 非常支持珍珠的做法 广大难民都被珍珠雪中送炭的行为所感动 没想到无心插溜溜成音 分店的胡老板因为看到珍珠的善举 表示愿意出面召集个分店老板 来到白镇开团结大会 帮助珍珠说服个分店老板重回白镜 但前提条件是珍珠得募集到新的资金 让众店家安心 医官和胡老板走后 珍珠发现一封信 是医官留给珍珠的 里面正是一群药品生产利润的一半金额 共三百大洋 珍珠 那是你应得的 它可以用在你想做的事情上 就你收下了 珍珠感动不已 永芳回到白家 将白永元投靠宣祭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二太太对这败家子失望透顶 恨不得打死她 你背叛家门 恋不支持 我要你这个人自有什么用啊 你不是一直希望 我可以掌管白家 你不是一直希望 我可以当白家的主人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懂 娘是要你掌管白家 而不是把白家卖掉 白永元依然执迷不误 根本无法理解母亲的心 一气之下离开了白家 随后找到慕萍 想说服她跟自己重新开始 可慕萍已经彻底看清她 铁了心要和她离婚 你爹不会答应的 结婚 我爹做主 离婚 我说了算 团结大会终于召开了 珍珠一番言辞 情深一切 将新的入骨分红制度给大家做了讲解 大家均积极响应 正在这时 将都军和夏竹轩一行人赶到 就在将都军要赶走珍珠之时 小军突然出现 这让众人颇感意外 随后他将证明江都军 夏竹轩与日本人勾结的证据一一展示 就在前几天 夏竹轩和江建豪 还有这位叫做山旗舰的日本陆军军官 在上海秘密会面 我只是想提醒各位 千万别让各位辛苦经营的药铺 成了日本鬼子的帮凶 江都军等人顿时感到无言以对 在胡老板的呼吁下 各分店老板嚷嚷着要与宣祭解约 加入白祭 做得堂堂正正的白祭人 历经风雨 白祭终于重新开张 永芳知道落魄的二哥住在客栈 向珍珠提出劝永元回到白家 小马和慕林见面后恍然大悟 原来小军手上的证据 以及他能出现在团结大会上 都是慕林幕后策划的 江都军对各分店重回白祭 一世怒不可遏 张维才提出夏家挽回烈士最后的办法 就是杀了白珍珠 慕林在门外听见了这一切 找到小马帮忙 联手拯救珍珠 白二少爷 记住了 只要白珍珠一死 你就是白家的主人了 永芳在客栈无意中 听见江都军要杀珍珠 自己却不小心被抓到 你什么都听见了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听见 永芳她是我的亲妹妹 不管她刚才听到什么 她是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赶快跟都军大人发誓 不管刚才听到什么 你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 快说呀 我发誓 这么说 你真的听见了 江都军令副官送永芳回家 白永原为保护妹妹 陪同她一起回去 副官车开到半路停了下来 永芳无奈只好下车 姐 我来救你 你等着我 谁知没走多久 副官急冲冲开车撞向永芳 而另一边 江都军一行人在半路包围珍珠玉刺杀她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木灵和小马炸毁了山崎剑的车 现场一片混乱 珍珠趁乱逃出重围 眼看珍珠安全脱险 木灵放下心来 回到家时却发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永芳 木萍赶紧来找珍珠 告知永芳之事 在医院 珍珠见到了永芳最后一年 我知道 木灵 一直 是 爱着你 别再说了 别再说了 几年后 白家已经重振雄风 珍珠也完成了父亲的心愿 下人们向珍珠弯腰 称她一声大小姐 这也是白家主人的殊荣 虽然迟了六年之久 但一切还是回到了该有的位置 此时 珍珠收到一封木灵的邀请函 原来是木灵召集众人 要将几年来种种一团功不于众 从珍珠流血回来绑架 白永芳情人的死 刘玉鼎的死 小玉的死 此刻终于水落石出 江建豪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 正因为有你的撑腰 我弟和白永芳才敢为所欲为 正因为你和日本人勾结 才会毁了夏家 白家也差点毁在了你的手里 所以 你 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江建豪和副官正要逃离白阵时 被巡捕房当场抓得正着 他们被绳之以法 一切归于平静 白永芳罪有应得 看见亲妹妹死在眼前被吓傻 如今已是废人一个 白永芳终于知道上进 表示会极力照顾弟弟 也协助珍珠一起打理白济 小玉终于向珍珠透露自己的贵人朋友 这是帮咱们见到那五百大羊的人 就是夏公子 那是他抵押了夏家的土地 得来的 珍珠拿出随身携带的小资品 对木林的感情依然深藏在心中 木林要离开了 与珍珠在他们出狱的喧草花田做最后一遍 如果有一天 我再回来 那就是我为了白济的唯一理由 木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结局没有明确表达两人是否在一起 但我们可以看出 木林和珍珠彼此经历了那么多 最后心里依然有对方 这就够了 至此大珍珠大结局 感谢伙伴们的支持 咱们下部剧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